就在寒历思量之际,殿门终于打开 接着里面传出了一声威严的声音,让人肃然起敬 天拳风弟子,全都入殿吧 这淡淡的男子声音正是那天拳风的风主 当日见过一面的心性结丹修士 门外的弟子一听此声,顿时意气弯腰,弓声说道 谨遵师祖之命 然后众人立刻两两的鱼罐而入 韩丽因为入门最晚,自然自觉地和那渡东排在最后才进入了洗心殿 这座大殿内面积极为宽广,足有三四百丈之广 除了数十根高大的圆柱碗,就只有最前方中间位置处放了两把一正一侧的椅子 其余之处空空荡荡,柱子上镶嵌着一块块,打磨成菱形的月光石 放射着淡淡的柔白之光 在两把椅子上,已经坐着两名修士 一位是面容儒雅的白衣人 另一位则是满头乱发,面目有点猙獰的灰衣老者 在两把椅子稍前一些的位置 则并排站立着十余名驻机器修士,分属两列站好 那冷艳异常的木姓女子和带领韩丽入门的余姓青年 都站在了同一列之内 而那当日用问心服测试的苗姓青年 则站在对面一列的围首位置 脸上则是满脸的病容,仿佛弱不经风的样子 众弟子一进入大殿 立刻向坐在椅子上的二人再次齐声失礼 参见新师祖,与师祖,二位师祖 参见新师祖,与师祖,二位师祖 罢了,起来吧 坐在正中的中年人韩相 然后一挥手,让众弟子都起身而立 下面的低节弟子恭敬地分为两排站在大殿两侧 韩丽和那杜东正好站在接近殿门之处 韩丽用神识略以扫尸那面目猙獰的老者 结果对方只是个结单初期的修士 这位就是那名早已闻名 但始终未得一见的副封主,与师祖 韩丽只瞅了两眼 就不再放在心上收回了神识 这时,那封主心性修士则是缓缓开口 这一次我照大家来 想必有些弟子已经猜到了几分 不错 昨日本门刚刚正式接到古剑门下来的通汗 这次的事件大会 在半年后就要正式开始举办 因为上一次恰好在本门举办过 所以这一次的大会地点 就在同气连支的百巧院举行 我们和古剑门的参加比试弟子 要去云蒙西脉参加大会 不过,因为按照以前的惯例 这事件大会只能由三派各出三十人参加比试 最后采取前十名给予中奖 所以我们洛云宗都要先内部选拔一番 然后才能决定参加比试的人选 当然,其中有六个名额 是由我们六大封主各自指定一人 不用比试,可直接参赛 其余二十四个名额 则由各封符合条件的弟子 集中比试一番 然后获胜的弟子再由门内的长老 用剩余的时间亲自加以点拨一二 昨日我们几位封主已经和掌门商议过了 宗内,比试就在一个月之后举行 不过在这之前 我先给对事件大会不太了解的弟子提一个醒 凡是年纪超过三十 或者是修为连练气十层都没有过的弟子 是禁止参赛的 其他的没有限制 现在给大家一炷香的时间考虑 凡是自认条件符合 又愿意参加比试的弟子 可以自行站出来 我另有一些话要交代的 对了 这次不用比试直接参赛的弟子 我和你们语师组 已经共同指定你们牧师叔 好了 君儿 下面开始点香 遵命 师父 于姓青年立即站了出来 并麻利地从储物袋中 掏出了一个青铜鼎来 放到了大殿正中 然后他在上面插了一只檀香 手上光芒一闪 点燃了它 一股青烟 鸟鸟升空 看着大殿中间的青铜小鼎 和檀香青烟 殿内的众弟子 虽然没有人敢擅自喧哗 但自认条件符合的人 自然人人目光闪动 有着自己的心思 韩兄要参加吗 那檀香燃烧了近半 银月见韩力满脸无动于衷 终于忍不住暗自问道 参加 为什么不参加 其他弟子哥哥都心动不已 我不参加 反而更加引人注目 韩力用神念淡淡地回答 听到这里 银月漠然无声 过了片刻 铜顶中的檀香燃烧殆尽 原本已经闭目养神的中年人 睁开了双目 条件不符合者 和不愿意参加比试的弟子 可以退出洗心殿了 遵命 师祖 大部分弟子都一躬身而下 缓缓退出了大殿 殿内除了那些筑机器修饰外 就只有包括韩力和大汉在内的 三四十名年轻弟子 中年修饰一大量韩力等人 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好 所有符合条件的弟子 几乎都留了下来 我很欣慰 这次宗内的选拔 即使没有入选 你们前去开开眼界 和其他各方的同门师兄切磋一番 对你们以后的修炼也大有好处 下面就由你们大师兄讲一下 历史要注意的事项 我和你们与师祖另有要事 就先行离开了 说完之后 心性修士站起身来 往后殿走去 那灰衣老者一言不发 紧随其后 既然封主将此事交予苗某了 那在下希望众师指仔细听一下 毕竟这次比试算是同门教计 有一些忌讳还是要避免的 满脸病如那苗姓青年 轻壳的几声走了出来 对着韩丽等人不紧不慢地说道 首先 凡是过于毒辣 或者一下之人死命的功法和法器 不允许在鄙视中施展 否则 轻则驱除师门 重则废去法力 还有 一刻钟后 韩丽等留在殿中的弟子 再次走出了殿门 然后人人脸色兴奋 飞离而去 韩丽看了看其他人远去的身影 摇了摇头 自己也屈气离开了天拳风 非常顺利地回到洞府 韩丽就开始着手准备 下个月宗门鄙视之事 因为既要进入24名名额之间 还不能表现出自己过高的实力 这样一来 就只有借用俘虏和几件 早已多年不再使用的法器 顶结法器不用说 韩丽光是从那些 命丧他手的结单修饰中 搜刮来的就有十几件之多 不过为了不引人瞩目 他只能精心挑选几件 在宗门的比试上 他并不准备动用所有法器 而是开始炼制大量的 初级中下节俘虏 准备依靠这些俘虏 一举击溃那些低节对手 不过光凭此 自然还不太够用 韩丽还特地在参悟了一下 当年从那越国新王府老道那里 得到的弄艳绝 此手法虽然对高节修饰没什么大用 但对付炼器器和助击器修饰 足以起到掩人耳目的奇效 说起来 这弄艳绝 韩丽倒是倒数许多年了 当年也许抽空看了一些 受到的启发不小 但是以他如今 结单后期的修为 再看此觉自然不值一提 因此仅仅数日的功夫 就彻底掌握了变化火焰的手法 甚至在微妙之处 还远超弄艳绝上 记载的领悟 下来的日子 韩丽处在全新的炼制各种福禄中 在这期间 韩丽那金银色试金虫 终于开始相互吞噬起来 韩丽抽空看了一眼 心中自然大喜 他相信 再次进化的试金虫 即使没有彻底进化成熟 但距离那传闻中 无物不适阶段 肯定也是不远 倒是隔壁的提魂兽 让韩丽颇为头痛 至今还在灵兽室内 呼呼大睡个不停 没有一点要苏醒的样子 好在通过体内的明魂珠 知道此兽没有什么大碍 否则他还真是有些担心 毕竟此凶兽 进化的时间未免太长了点 一个月后 落云宗的主风之下 异常的热闹 众多修士纷纷向此山峰聚集而来 其中不少 虽然不是来参加比试 但都是前来看热闹的 足有数千之多 几乎所有没有直思的修士 都会来观摩此次比试 毕竟就算不亲自参与其中 多看看其他修士争斗比法 也是一件大掌见识的事 会获益不少 事件大会的比试地点 就在山峰之下的一大片空地上举行 那里设下了三座足有百余杖之广的法阵 升起了一层半圆形的巨大光照 让比试的弟子在其中斗法 以防误伤了观看之人 担当裁判的是三位住击后期的高杰修士 以防比试之人忽然收不住手 闹出人命来 现在选拔比试已经举行到了第三天了 前两日的比试已让不少的弟子黯然陨落 说起来天拳峰有三四十名弟子参加选拔 还真不算多 人数最多的火云峰 竟然一下有百名弟子参加这次比试 相比之下 韩丽所属的天拳峰就有些小巫见大巫了 但如此一来 整个参加比试的弟子足有四五百人之多 即使分数三个场地同时进行 就算过一轮也要数日的时间 而这些弟子中是驻击区的却少之又少 只有三四位而已 他们都不用参加开始的比试 而要等到最后一轮时 才会和获胜的练七七弟子交手 胜后就可入选 毕竟这几人 即使没有被指定直接入选的七人之中 但是能在三十岁之前就驻击成功 各个都是出类拔萃的天资过人之辈 这时韩丽默默地站在几名天拳峰参赛弟子的中间 正看着眼前巨大光照 一场天拳峰修士对白凤峰修士的比试 白凤峰 在六巧峰中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 不但此峰的两位峰主都是结单期的女修 就是门下弟子也以女子为主 可是也因为如此 此峰的弟子在六七峰中一向人丁不忘 此次前来参加比试的弟子 更是只有十几名年轻女修 现在和那名白凤峰女修对战的是天拳峰的弟子 是一位相貌看似老成 实际年龄约有二十七八的原姓弟子 此人虽是外侍弟子 但也出身于一个名气不小的西国名修仙家族 所以现在驱使的上街法器白金戈 倒也颇有些威力 将对面那位还算姿色不错的年轻修士 逼得节节后退 眼看就要取胜在望 站在韩丽身边的这几名天拳峰修士 显然与此修士是好友 不停地面带兴奋之所议论纷纷 不过就在原姓修士将那白金戈法器化为一道白红 狠狠斩下之时 对面的女修却是秀眉一条 单手一扬 一团轻光脱手而出 挡住了白红落下的趋势 随后 此女身形一晃 从原地一下隐匿消失 原姓修士见此 急忙脸色大便双手掐绝 想要施展探测法术将女子逼出来 其身后忽然一片红雾飞出 一下将她罩在了其中 扑通一声 这位天拳风弟子当即翻身栽倒 白凤凤金戎获胜 在高空主持笔试的一位瘦高修士 当即出口宣布 这位叫金戎的女修一听此言 当即恭敬地向空中施了一礼 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小瓶 放在昏迷不醒的原姓修士笔下轻轻一晃 原姓修士这才慢悠悠地重新醒来 一等其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后 此位顿时满脸通红走出了比赛场地 而那金戎 从脸带几分得意也飞出了阵法 附近立刻有一些女修马上将其围住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颇引附近的一些男修士 对他们注目不已 下一场 天拳风寒厉 对火云风寻通 枯瘦的修士面无表情在光照上空土道 其声音虽然不大 却让附近的修士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寒厉一听此声 微笑着走出了人群 缓缓步入了法阵之中 就在他才走进去不久 从一侧的方向 也在走进了一名 相貌英俊的白衣青年 此人一入场 立刻引得附近的观看修士 一阵骚动